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当局的警告和阻挠 日方认为 中国海洋调查船进入了冲绳硫磺鸟岛附近的日本专属经济区 据日本NHK电视台报道 日本第十一管区纳巴海上保安总部称 28日中午12时30分左右 纳巴海宝总部的飞机在冲绳县硫磺鸟岛日本专属经济区内 发现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 船身写有科学字样 该船正在将一次缆线状物体投入海中 纳巴海宝总部随后对中国海洋调查船提出警告 称不允许任何未经日方同意的 在日方专属经济区举行的调查活动 要求中方船只停止活动 不过 中国海洋调查船并未作出回应 日方随后还不断发出警告 并持续监视中国海洋调查船的动向 NHK环报道称 这是2018年以来 中国海洋调查船 第二次在日本专属经济区进行海洋科考 上一次是在2018年4月 有关中国海洋科考船的海洋调查活动 日本此前还曾通过外交渠道 向中方提出交涉 有分析指出 很显然日方这一系列行为的背后 都和中日东海大陆驾化界施证有关 日本主张中日东海化界应忽视冲绳海潮的法律效力 具体的化界方法 应按照等距离标准以中间线确定界限 有声音认为 现在日本之所以阻挠中国海洋调查船的科考活动 是日方认为 中国在利用调查船收集 能够支持中方主张的海底地形资料证据 也是日方在该问题上心虚的表现